掌握股市最新消息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09分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 礼拜六的线上教学 要报名的掌握最后几天的时间 我的技术分析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我的技术分析都不是书本的东西 外面很多技术分析的课程都是书本上的 不管布浪理论 黑线理论 这些东西或者教指标 都从书本原封不动的搬出来教你 我的技术分析不是 完全实战的东西 完全实战的东西 你有看过人家画这种图吗 有看过人家画这种K线图 完全手绘的 完全手绘的K线图 我画图画了15年的时间 我从民国78年开始 接触技术分析 开始接触当时没有电脑 所以没办法完全用手绘图 一根棒子一根棒子画 技术指标 完全徒手算 所以当你自己在画图 当你自己徒手在算指标 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对于整个行情的判断 对于整个行情未来的变化 那个心得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次我要教你 个股目标的预测法 全部都是我实战的经验 30年来 自己创的东西 外面书本绝对看不到 我总共教了 四套工具 那四套工具都能够让你 直接看到个股的目标 但不是最大值 因为股价在上涨下跌过程当中 是市场炒作的结果 所以涨会超涨 跌也会超跌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估到最大值 那至少 最大的目标 至少涨到哪里 至少跌到哪里 那个至少的目标 我们能够算得出来 能够估得出来 所以这四套工具 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用任何一套 都足够让你赚大钱 那如果四套都会了 交互使用 效果就更好 礼拜六 全部可以线上开始看 那电子档 包含我会保留一段时间 让你重复去复习 想要报名的 可以打02-2392-3988 02-2392-3988 完全失散的东西 你外面听不到 看不到的 好 今天台北股市 涨29点 昨天最多跌了300多点 收盘跌230几点 尾盘稍微拉上来一下 昨天还有2000亿的成交量 今天剩下1700亿 观望气氛更浓 可是今天裴洛西的效应 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严重 今天裴洛西的效应 已经有开始收敛 那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也没有因为裴洛西的原因 而出现大跌 道琼跌402点算比较多 可是道琼的下跌里面 主要是在跌银行股 银行股跟台湾的衔接 几乎是没什么关系 跟台湾互动比较直接的是在 科技股 尤其半导体股的部分 你看费腾半导体 昨天跌0.1% 纳达克也跌0.1% 这波费腾半导体上来 涨幅已经高达 26%的涨幅了 已经有26%的涨幅了 所以这两天的下跌 完全是因为裴洛西的效应 那裴洛西的效应 今天在亚洲股市 你看南韩今天涨0.9% 日本涨0.5% 对 在亚洲东亚股市 昨天跟着一起跌 今天也稳定下来了 因为裴洛西在今天下午5点 应该就会顺利的离台 那一切到最后回归正常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没有裴洛西来台湾访问 你没机会靠到这么小的啦 这次大盘涨了1000点上来 几乎都没有回档 直到这两天 因为裴洛西的效应 才出现拉回的机会 那你要掌握这两天 押回的买点嘛 否则到时候行情再上涨 你又错过了 那就可惜了 涨1100点没什么 我对比费城半导体跟台股给你看过了嘛 是不是 这次费城半导体涨幅已经26%了 因为这两天又创新高 已经26%了 我们反而只有7%而已啊 本导体相当于已经涨到台北股市16500点 那接下来又整整两个月时间没有利率会议 没有利率升息的困扰 所以对于股市大反攻是相当有利的 所以裴洛西事件效应结束之后 台北股市会加速上涨 会加速喷出去吗 要特别注意 尤其电子股现在7月份 789三个月 开始进入旺季效应 那进入旺季效应 业绩会不会摆脱 四五六 淡季衰退的一个情况 每个月10号以前 月营收开始发布 对于整个电子股来说也是有利的 也是有利的 所以台北股市目前这一波 还只是出生波而已 还只是出生波而已 三段下跌结束之后 现在都开始四年 目前都还在出生波的结构里面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尾盘拉上还在挡上 就是拉台积电 就是拉台积电 台积电最后 拉高口迎起来 占指数占了75点 那一定是拉台积电的 因为裴洛西要去台积电参访 要去台积电参观 台积电股价如果跌 要多丢脸 所以政府护盘 一定台积电不少会落货 所以台积电拉了上来 台积电 5月营收历史新高 1857亿 6月掉了5% 7月会不会再创新高 因为苹果的手机包含一些 消费性产品 旺季的拉货 从7月份开始 789 连续三个月的旺季拉货 所以台积电 这两天发布7月营收 会不会回到旺季创新高 如果到时候台积电创新高的话 那股价 500亿岁的高点会冲出去 台积电510也够 我跟你讲 依照台积电的计量图来看 依照台积电量的分布来看 这段是空的 所以510只要一站上去 会很快的冲到580到600 那台积电如果这样冲的话 对于加权指数的带动 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要注意 联电也是一样 今天联电涨了两毛钱 那没办法 人家是要去参观台积电 没有说要参观联电 如果也跟着去参观联电的话 那联电一定就被护盘拉上来 所以联电今天涨的比较少 涨两毛钱 联电接下来7月营收 会不会再创历史新高 现在已经连续9个月 如果7月份又创新高 那就第10个月 没有一家公司有办法 这么长时间的创新高 但联电预估第三季的营收 跟第二季差不多 那第三季跟第二季差不多的话 那也就是说 7月营收有可能创新高 有可能不创新高 那不管创不创新高 至少围期在高峰期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维持在240亿 应该是没问题 那如果能够创高 当然是更好嘛 对不对 那种好的兆头要延续 到时候如果再创新高 联电第二只脚完成攻击 就开始发动 联发科今天也是互盘的重点 联发科今天涨了3块钱 回来686 回来686 联发科我也是在关注他 因为半年报都发布完之后 现在是在看 7月份的营收 有没有忘记的效应 联发科在第三季的 在法术会上面预估第三季的业绩 会比第二季大概掉 1%到9% 那1%到9% 所以在7月份的营收 会有多少的误差 我个人看法 如果能够维持在500亿的话 如果能够维持在500亿的话 那都是好数字 所以到时候联发科 只要能够占上700元 联发科700块 700块骑人 后面在冲也很快 所以联发科我比较关注的是 7月份的营收 大概会有多少 所以在7月份营收 还没发布之前 联发科马上要冲 应该是没关系 但后市我还是看好 站上700之后 站稳700之后 后面往900去冲 是看得到的 你看今天另外一家 4966普瑞 普瑞今天下午发布半年报 普瑞的半年报 43.4元 几乎跟联发科 一模一样 普瑞上半年43.4元 跟联发科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一模一样 一个是1060 一个是680 那你差这 所以可见的相较之下 一样是IC设计的族群 一样是IC设计的公司 获利也是一样 那一个1060 联发科反正只有 680几 所以稍稍啦 联发科要注意 建IC设计族群在联发科的带动之下 相对是比较稳定 建大盘量不够 有量就有价 没量就没价 建市场资金 61%在电子股身上 航股只有8% 所以没办法 航股间 没钱 没有钱的结果 长龙跌一毛 阳明跌五毛 落一角落五角 其实没什么差 怎讲可惜啊 你知道昨天马士基 调高今年的获利目标 连续第三次 之前长龙阳明 掉下来就是因为 马士基说 8月开始运费会开始调降 结果昨天在法术会上面 除了第三度调高财测以外 还预估运费到10月之前 都还会再涨 所以赫博罗特昨天又涨了3% 你知道赫博罗特4天 赫博罗特是德国的公司 矽钢 4天时间赫博罗特涨了21% 光是一个月时间赫博罗特涨了48% 赫博罗特涨到48% 那长龙阳明反而都没有涨 基本面也没输人啊 甚至于获利还比这些国际航商更强 那为什么没去 没人差嘛 台北股市成交量一直在说 对 大单没进来 所以导致于航行严重落后人家 人去48% 我们连20%都没有 那半年报发布出来之后 资金只要一流入 这个嘎空上去 就可以值得期待的啊 包含7月份的营收 长龙阳明如果再创历史新高 因为6月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6月创历史新高 7月如果再创历史新高 那嘎空的机会就更高 嘎空的效果就更高 我们来看电子股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买率有几乎吗 我南电今天也是通书会员 232 230块钱 又落乎 南电刚才发布了 7月的营收 7月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继6月创新高之后 7月又创历史新高 第二季也是新高 半年报也是新高 现在半年报还没有发布啊 我估计半年报 较早过去啦 搞不好更多 搞不好7块钱会更多 所以在做第二只脚 要注意哦 从630回到剩下230 整整跌掉400块钱 价格已经很低 在做第二只脚 6月营收反而 6月7月2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 这些利多都还没有反映出来 对 旺宏 旺宏 旺宏今天收平盘 旺宏的业绩我比较不担心 因为旺宏每年从7月开始 789 789的业绩是当年最旺的时候 所以你看旺宏第三季的营收 第三季的业绩 第三季绝对会比第二季大幅的攀升 每年第三季都是旺宏最旺的一季 所以接下来旺宏7月营收一定是冲高的 789三个月一定是快速拉高的 所以这个我比较不担心 那到时候旺宏只要营收一发布 一站去就去了 我前两天一直给大家看这个东西 旺宏连续两年 大量都集中在32块钱 所以32块钱是这三年来 最大的成本区 最多的人的成本都在32块 所以32块钱只要一手稳 只要一手稳 一上来马上就冲连线 马上40块钱就看到 马上40块钱就看到 那你32空到40 八块钱就多少了 就20几% 20几%就足了 今年美股获利有机会到7块钱的公司 北比才4倍而已 你看大盘目前北比应大概12倍左右 竟然还有赚大钱的公司 获利创新高的公司 北比竟然是4倍5倍 这种公司几乎都已经是零风险 随时等着加速补涨而已 等着加速还给他公道而已 所以这个行情是大反攻的行情 你要积极掌握好 要积极掌握才行 千万不要错过 错过了 你上半年赔的钱 你就赢不回来了 台光店 台光店7月营收 也绝对是好成绩 开始进入年度营运旺季 现在在做第二支脚 这两天赚了 因为你还原 这看起来好像很弱对吧 因为是除权的关系 你把它还原全职 其实很强 所以贯点没多 低点不多 现在在做第二支脚 在做第二支脚 第一点时间附近就在这里 杰利今年美股获利应该有两个股本以上 那两个股本北米才六倍 太凶了 这种股票 今年获利会创立时新高 杰利去年美股获利有高达17块钱 17.6已经很厉害了 今年直接挑战20块钱 那获利创新高 股价反而这么低 太微却了 这种都是提供给大家赚大钱的好机会 大田半年报10.5元 也是很优秀 今天很多人开高 打了下来 因为当冲追进去又杀出来 大田只要掉下来 如果再下来落一次脚的话 这些股票要注意 今年应该还是能够维持 跟去年一样 赚两个股本的条件 那能够赚两个股本 连续两年赚两个股本 股价才一百亿 北比才五倍 太刺激了 有时候限行是交易的结果 股票是有价证券 早晚会回归它应有的价值 因为本来股票就是表彰 公司的营运跟未来展望 对不对 那你有那么好的成绩 价格早晚都会来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主力要炒也不会告诉你 那你提前卡位就对了 华硕坚涨了7块半 涨了3块半 这放心啦 会填权 泰博今天很可惜啊 开盘差1块 差1块钱 就涨停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大利多 竟然开盘没办法涨停 为什么 因为明天要除息 不想参加除息的 今天趁开高上来就卖了 中股票参加除息 没问题的啦 15块钱 15块钱的息 你知道泰博昨天发布半年报 泰博半年报23块钱 光是第二季高达16块钱 我原本估第二季应该有12块 因为营收比第一季多一倍嘛 那多一倍公司在法处委上面讲 他说快拆世纪的价格 就算用实名字的价格 毛利率都能够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快拆世纪本来价格是在掉 只用比较保守的方式 我用毛利率跟第一季 差不多的方式下去估 所以我预估泰博第二季应该最少12块 没想到第二季的毛利率 竟然高达68% 因为生产线扩大之后 量越大成本就会降越低嘛 那成本降越低 毛利率拉高到68% 所以导致于第二季 获利高达16块钱 上半年获利高达23块钱 那上半年就23块钱 去年一整年21块已经很厉害了 你看之前6块5块11块8块 疫情发生之后 第一年17块去年21块 今年搞不好40块钱啊 今年搞不好40块钱啊 因为台湾疫情现在开始慢慢获得控制 一天大概2万多人 2万多人其实也很可怕 你看去年5月 500人600人大家就走到死了 现在每天都是2万多人2万多人 那2万多人虽然获得控制 可是国际之间新的变种病毒 又开始扩大了 日本一天20几万人确诊 南韩每天6-7万人在确诊 所以当国际的疫情又开始升温 台湾会不会被新的变种病毒 搞得又开始升温上来 所以在税里啊 要小心啊 出门在外口罩该都要戴好 那接下来疫情如果在 因为新的病毒病毒 它的扩散效果比较快 如果因为这样再上来的话 那快菜市计还是大日本的商品啊 对 那泰伯今年没股获利 上半年就已经 上半年就已经23块钱 那今年全年获利40块钱 机会是很高的 那如果赚40块钱的公司 股价只有196 明天除息之后 剩下181 明天配15块钱啊 明天除息后剩下181 那情何以堪啊 参加独宽的D.O.R. 跟他参加就对了嘛 对不对 中股票后来的补涨效应都很高的 半年报在发布 同时七月营收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四五六三个月 消费型的产品营收都降得明显 那开始进入电子股的旺季 第一个月七月份 会不会有回升的景象 所以七月营收要用心看 赶快锁定大反攻的股票 行情又要开始攻了 行情又要开始攻了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天一个便当 要报名来学 我实战30年 实战30年 四套股价目标预测法的 你可以打电话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你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切一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